救护车及时而过 家属交集等待 却还是发生无死悲剧 其中47岁的尤耀阳 原本是在外面防灾 得知有人受困后带队搜救 44岁的李翰林出身消防世家 爸爸和哥哥都是消防员 另外山峰分队的三人 都相当年轻不到30岁 于家身工作之余 常回家帮忙果园生意相当孝顺 尤柏瑜三年前曾在脸书发文 哀悼火灾殉职学长 没想到这次也不幸罹难 而最年轻的林博婷 今年才22岁 而这起意外 还有另外两名消防人员受重伤 31岁的吕宗玉 曾在南科工厂上班 后来苦读考上消防特考 现在预防性插管后状况回问 另外22岁的林卫希 一家人都投入一小行列 装了叶克膜回复呼吸 后续几天是观察重点 生命迹象指数是蛮低的 但是现在有一些进步 也可以已经有呼吸了 那也有排小便 现在要用叶克膜 那希望在能够大家给他集气 给他支持 搭火英雄玉洁令人难过不舍 全民集气也要来为和死蛇奋战的动势们 加油打气 大家新闻桃源综合报道